这边是顶楼 顶楼一万也下不来 一万四五五六六年 关注尾头 但你看这是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飞龙江省鹤岗市 这个位置叫俊德 也叫俊德山上 去年的时候鬼哥沈阳的一个摄影师 在这个下面买了一个一楼 花了一万九 这儿呢目前为止啊 算是鹤岗就是房子比较便宜的地方了 然后呢今天鬼哥再看看 这儿的房子现在是什么价格 一会我再领你们看看 他那个一万九那个小房 现在啥样啊 因为鬼哥有他这个钥匙 他说了那个房子鬼哥随时都可以去 好了咱们去找两个电话 然后呢这一趟是饭店小吃 这个俊德山上呢是 刚一进鹤岗高速大概开车五分钟 正式进入鹤岗的第一个桥 叫俊德桥 然后他这块的楼啊 都是四成高的啊 你看看现在外墙很新 但是呢它就是三新的 这块的楼楼龄大概都得有个三十十年 这有一个 呃 这是一个二楼 一个了啊 这咋办呢 三块 咱还照相啊 啊 嗯 现在咱山上这块的房子便宜得多钱 一楼四十多平房 要两万六 要两万六 嗯 一楼四十多平房 对 最便宜呢 最便宜是顶楼 多钱一万 顶楼一万也下不来 好像一万四五一万五六呢 一个呗 顶楼一个呗 二楼 鬼哥把这个电话也抄下来啊 然后呢 呃 鬼哥因为经常上这块来啊 也经常上这个理发店来理发 我说贼你啊 啊 就是 家有房子卖你 就说的是啥 对 一会儿来有点事就在这儿 我查一下 是不是上霜了 上霜了 现在没了吧 嗯 鬼哥也经常上到这儿来 有人这块 来理发的 做到这儿上八块钱 我给十块钱 非得非得找两块 每回都是非得非得找两块 尤其啥的 我来也方便 可这后面个小区过来 直接就上这儿 这儿不来了 行 你忙着去啊 走吧 好了 这个房子就是 还装上护栏了 但是他现在没在这边住 看见没有 小电视 小床 小沙发 都板上了 后来他又简单的又摇下来 又简单的给收拾了一下 咱们 看看这屋 进来吧 看这小窝 然后呢 他这个位置 他那时候跟哥哥说他拿了一个电热炕 嗯 去年买的花了一万九 这是给鬼哥给他的酒 还给这存的呢 鬼哥刚才不抄了两个电话吗 然后鬼哥开免提啊 现在暴停虽然说没看 哎 喂你好 咱家那个俊德山上那个市场那块有个二楼卖是不是 对 嗯 爱的市场爱的学校 啊 也还行啊 那是多亿 47 47 装完的啊还是毛皮啊 不是 也不是毛皮 就是以前的老装修 你看看 咋卖的行就看看 三万找了 哪有那价 然后再便宜 就是咱就在博物非常地夹了 你一下就是想把我叫跑了 我给山上已经赚一头五了 就想整个房啊 你这个是管我要的最贵的一个 你那个位置还行 离市场景近的 你看你少读些不行吧 这不是我的房子 我还得跟我妈商量商量 知道吗 我只是给她代卖 知道吧 原来因为 那你这么代卖 能卖出去吗 一张嘴要三万 那你看去年卖出去 我妈在对门 我那阿姨 人家也是那房子 是前二楼的二楼 人卖三万三 你上哪里讲理解 那是那得奔了 人卖三万三 行 好了 嗯 这重量听得好像总计 喂你好 咱家尊德山上那块 有个房子卖啊 啊对 二楼是不是啊 那个是 四十 四十 四十六点九吧 四十七 啊 就是近年能做一二 没熟识 现在租出去了 租的呢 啊现在租了呢 啊 到五月份吧 到七 啊 你这咋卖的 行我就看看吧 那个两万五 这么地吧 嗯我再看看别人家 嗯 他这份要两万五 实际要买的行 我这样呢 就是两万块钱 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咱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